今时财经 点时成经 你好 我是胡尹 来看今天的财经重点 发改委周二将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外界憧憬财政部门也会出招刺激经济 高盛预料中资股还能再涨20% 节目当中会请到夏春博士带来详细的分析 A股复市前 香港股市创出了两年半的新高 另一方面 印度股市遭到抛售 竟卖出规模是1999年以来的最多 以哈冲突一周年 以色列说正在七条战线作战 市场押注 油价可能会上开100美元 内地国庆长假接近尾声 星期二将会迎来A股市场在长假之后的首个交易日 那么这一天的A股表现可以说是备受外界期待 那不仅仅是因为内地的长假期间 仍然在交易的香港股市 还有美股市场上的中概股都有不俗的上涨 而且呢 在刚刚过去的周日 国新办就预告在星期二的时候 A股开始之后 发改委将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这也令外界再度憧憬 在财政端是不是也会放出支持经济的大招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周日公布 8号上午10点将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落实系统落实一篮子增量政策 扎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 发展态势持续向好的情况 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和四位副主任 将会出席并回应记者的提问 我们知道在9月24号 人民行行长潘弓胜 国家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和中正先主席吴清 时共同出席了记者会 宣布了一系列的宽松措施 之后呢就成为了内地强力挽救股市和楼市的先锋 A股也因此大涨到了十一之前 那楼市的人气呢也有回龙的迹象 现在由于这场的发布会 大家非常的这个关注 是因为郑山杰的一个国家发改委主任的身份 而且他是高调率领四名副主任参与的 因此呢外界对于财政政策放大招 也是充满了期待 香港信报文章的评论文章就认为 一方面有关的憧憬呢 可能会刺激港股的表现 而且会连带A股富士之后的上涨 另外更重要的是政策接力配合提振内需 还有第四季的经济增长呢 可以达到全年保五的目标 路透引述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的报告指出 现在市场期待中国将会推出的财政刺激措施 规模是由2万亿到超过10万亿元 这个是相当于GDP的1.6%到8% 当然他认为短期之内实施1.5万亿到2万亿 是较为温和的一篮子计划可能会更加的合理 预计明年在先前基准预测的基础上 还会有2到3万亿的财政扩张 在政策组合权出台之后 股民的信心可以说是全面的回暖了 同样外资对于中国资产的态度 也是有了明显的反转 高盛和花旗在近期就相继上调了中国股市的评级 高盛的分析师预测在近期强劲的反弹之后 中国股市还有15%到20%的上涨空间 而且会将中国股票的评级上调至超配 另外花旗也将中国消费股和房地产股的评级上调 另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任泽平在上周五就预测 截后A股可能会出现开盘及收盘的现象 也就是说开盘的时候可能会涨停 他形容了目前的这波涨势是信心牛 可能是五年才有一遇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紧盯着星期二A股富士之后的表现 因为市场预期在政策刺激之下 A股的交易将会大范围的飙升 上交所也决定从周二开始会延长指定交易申报的指令时间 而互升交易所周一起也会开展全网交易系统的测试 有不少的期货的公司也表示 已经接获通知投资者可以在同一半里期货开户 自从内地上月底落实多项提振经济措施后 A股大幅上扬 国庆节假期期间 港股显著上升 让市场憧憬互升股市 截后迎来放量大涨的行情 内地媒体报道 为应付急增的客户需求 部分券商向员工发出内部通知 要求提前返回工作岗位 除原有国庆假期安排的营业部 中后台开户和两融业务外 由券商的财富管理部门 经济业务部门 分支机构营业部等 已提前结束休假 上海证券交易所周日网间发出通知 只为了进一步提升指定交易业务办理效率 周二起接受指定交易申报指令时间 由原本每个交易日的9点15分至9点25分 9点半至11点半 以及下午1点到3点 调整为每个交易日的9点15分至11点半 以及下午1点到3点 相当于早上的申报指令时间增加5分钟 有业界人士指出 这次调整有利于开盘撮合 并为交易所降压 是应对假期内开户量暴增的优化方法 而上交所继上个月29号后 周一再次展开全网交易系统测试 为相关机构开机验证提供连贯性测试环境 申交所也同日展开相关测试 内地媒体报导指 这次是上交所与节日后的例行测试 但在一天交易量超过25000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下 显得格外重要 另外上海证券报报导 多间期货公司提供的信息显示 因期货预约开户人数较多 中国期货监控计划在周一临时开放期货网开系统 投资者可以办理开户手续 凤凰卫视中华报道 而在内地股市恢复交易之前 香港股市在星期一是反复的走高 恒生指数今天早段的升幅是扩大到了大约500点 但是之后是一度倒跌 不过在尾盘仍然是站稳在了23000点的上方 恒生指数中场是收盘报230099点上升了1.6% 主板成交也是有接近3000亿 有2968亿港元 科技指数则是大涨了超过3% 在中央推出组合救市措施之后 港股在两周是呈现了一个报复式的反弹 这个升幅是超过了25% 因此市场也憧憬了A股和北水 在明天恢复交易之后 可以为港股带来新的动力 新业证券全球首席策略分析师张艺东 在接受专访时就表示 中国的政策导向是出现了方向式的变化 扭转了中外投资者的悲观预期 内地和香港股市的行情 开始从反弹转向了反转的逻辑 因此内地和香港股市从9月24号以来 实现了一个历史上罕见的快速上涨 但是他也说这个暴力上涨是难以持续的 预料在长假之后股市将会出现震荡 他认为任何的反转或者是健康的行情 都应该是可持续的 这两天是有过度亢奋的状况了 大家也不要将港股每天三四千亿 还有A股每天两万亿的成交当作常态 要对这个现象要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 他说在这个时候欢呼当中要保持冷静 保持冷静才能够在后续的震荡 颠簸中不被震掉 反而能够享受到后续反转 所带来的财富的扩张 另外也有一件提醒 其实A股的快牛已经成为了高度的共识 如果我们从逆向思维的角度来看 就意味实际情况还是有机会偏离共识的 问题是会偏向哪一边 那一种就是说所谓的快牛可能会快速的中止 在A股很快就会见顶 当然另外一种就是这一趟牛市又快又持久 互指可能会突破前期最高6124点的高位 而且升到多少也可能会突破大家的想象力 究竟要如何看待政策对于资本市场的推动作用 马上连线 香港上善资本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夏春博士 夏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夏博士我们从长假之前 三大金融经管部门是联手推出了多项的政策 那之后政治局会也在房地产等里 有了一些新的一些政策方向的表述 所以您怎么样来看这一轮政策的效果 应该说9月24号9月26号 这两次中国政府的超出市场预期的这种 行为应该对最近这段时间 资本市场的表现有非常大的帮助和助力 但我想强调一下 就是实际上9月25号这一天 中国发射洲基导弹 其实也从另外一方面 其实是配合这些政策的 就是体现出中国的安全保障 那么在和经济的这些政策 发生一个协调一致的 产生一个共振的 一个正向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可以说 现在的反应最后的结果 比大家可能预想的还要好 主要在资本市场方面 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体现 比方说大家看到的股市上涨 带来的消费的这种帮助 我们看到的数据 比方说以我在香港看到的数据 在国庆今年这个国庆长假 那么来香港的游客是 几乎每一天都是显著高于去年同期的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 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到基本面的一些数据的改善 确实资本市场来看的话 现在股市大涨 资本市场很多的都情绪非常的亢奋 当然有些人就选择在观望 所以有些激动 有些是观望 在激动和观望之间 您觉得接下来左右资金流向的走向 究竟有哪些决定性的因素 因为确实市场这一次 就是可以说反应的非常快 那么不同的人对市场的应变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很多人选择观望 很多人可能选择 已经非常充益去了 有人会说可能跟他们的年龄有关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接下来市场的一方面 就是很多专家都认为 在大涨之后可能会出现震荡回调 我个人比较关注的 这个指标 一方面是跟经济本身的最重要的指标 一个是市场的过去一段时间表现 我给大家一个参考 免得说的太抽象了 比方说我们发现在2022年之前 那么中国的股市 就是包括A股 包括港股 那么包括中盖 他们其实他们的走势 跟新兴市场除掉中国 还有发达市场除掉美国 以及美国 和其他另外三个市场 A股的走势 其实跟他们 就是中国的股票 走势是高度一致的 但是到了2022年 四斤的话 那么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 就是美国一支独秀 剩下的两个新市场除中国 还有发达市场除美国 他们走势是高度一致的 但唯独中国的股市 是大幅的下跌 而且现在即使是 最近这几天大幅上涨以后 现在跟他们另外三个市场的差距 依然非常的巨大 所以我认为 有了这样一个基本面的影响 再加上现在 中国股市的这个估值 还是明显的低于另外三个市场 所以未来的时间 其实就是通过情绪的改善 估值的调整 以及基本面的去对线 实现一个相对震荡式的 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行情 我觉得这是最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当然还有别人会说 有美国大选的结果 还有资金的流向了 外资是不是进来补仓啊 这些我觉得这些相对没有那么重要 更重要的是抓住 刚才说的这几个基本面的观察 所以我觉得尽量在目前的 可能还是要缩短观望的时间 更多的去寻找好的标的 是好的标的是非常的重要 另外资本市场上 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政策的出台 因为明天也会有发各位的发布会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达到 5%的增长目标的话 到年底之前 您觉得是不是有更多的政策来出台 如果说5%是个目标的话 究竟哪些政策是最有必要的呢 对 据说 如果仅以目前已经出台的政策来看的话呢 主要体验在9月24号这些政策 那还是不足以去支撑 国家今年实现5%的GDP增长目标 而且我们知道 这一次呢 其实三季度的 这个GDP的增长速度 可能会远远低于之前市场预期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出台政策 非常有必要的时候 但光靠仅有的政策呢 还不足以实现这样的目标 所以接下来呢 就大家认为呢 有很多方面需要去发力 第一方面呢 可能是我们说啊 就是北京呢 需要去加大对地方政府的一个财政转移支付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增专项债啊 新增长期特别国债啊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啊 大概要落实啊 捕到10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支付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还要去增加对民生的一个补助啊 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家庭的这个收入啊 下降了还是比较的明显的 消费增速也是比较疲软的 过去都是靠出口来维持住这样的一个增速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呢就是可能要对一些特殊人群的补贴啊 包括比如说买了房子 但是还没有拿到房子的这些这些居民啊 他们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一些 税子的改革啦 结构化的改革啦 这些方面呢 我觉得呢 实现今年年底百步的目标呢 还有还有希望 但是呢 既然领导人已经做出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就一定要实现百步的目标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 接下来配套的政策呢 还是会 还是会陆续出来啊 也许没有大家预期的这么大 但是一定呢 会有配套的政策 相应的会陆续的出来 好的 非常感谢香港上善资本集团的首席经历家 夏春博士的分析 另外再来关注的是 中国央行在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 9月份中国外汇储备增长是超出了市场预期 是连续第三个月增长 那么黄金储备呢 则是连续五个月保持不变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截至9月底外汇储备的规模 超过了33000亿美元 较8月底增加了超过282亿 增幅是0.85% 是连续第三个月路的增长 储备的规模呢 是增至了2015年12月以来的最多 外观据表示 今年9月主要是受到了 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 还有宏观经济数据等因素的影响 美元指数下跌 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 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 当月的外汇储备规模是上升的 另外人民银行也公布呢 截至9月底 中国的黄金储备呢 是7280万盎司与8月持平 也是连续第五个月暂停增持黄金 那当月黄金储备对应的美元价值 按月增加了接近85亿美元 至1914亿美元 另外呢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大幅降息的预期降温 所以呢 美元指数是转强了 一度是升到了102.5之上 过去一周呢美元指数是大涨了超过2% 这个也是2022年9月以来表现最强的一周 美国指数最新是在102.4的水平波动 而人民币在岸市场是修饰的 离岸人民币的汇价是在7.063的水平 而美元对主要货币也是普遍的上涨 美元对日元一度升到了 美元对149日元的区间 换句话说呢 现在日元的汇价是跌到了近两个月以来的新低水平 由于市场预期 美联储下个月只会降息0.25厘 加上日本新任首相石头茂上周曾经表示呢 日本不适合进一步的加息 所以呢造成了日元汇价反复向下 负责外汇事务的财务省财务官三春存就警告说 当局正在以急迫感监控外汇市场 包括投机行为之后呢这个日元汇价的跌幅是略有收窄的 另外日本的新任财务大臣加藤盛信也指出 需要监控外汇市场过度波动将会如何影响企业和家庭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要采取行动 日元目前是小幅反弹到了148.1的水平 至于日本股市呢今天是大涨1.8% 是重返了39000点的上方 而台湾股市是收在22702点 是大涨了1.79% 这个星期全球基金对于印度股票的竞卖出规模 是创出了历史新高 印度股市是遭遇了全球基金1999年以来最大的抛售 10月3号这一天呢 全球的基金竞卖出了1.017亿美元的印度债券 而这一天也卖出了18.5亿美元的印度股票 这些都创出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分析又说呢 近期抛售主要是由于中国市场的表现出色引发的 香港航生主说在上个月是大涨了26% 按照高盛的一个印度的交易员的说法呢 过去两周很多的客户问的最多的问题就说 是不是看到了从资金从印度流向中国 对此呢这位高盛的分析师也明确的回答 是的而且他解释到 根据他们看到的资金流动的情况呢 这个趋势其实会非常的明显 而且另外全球投资者 还在关注的一个变动的主要因素 就是中东局势的进展 下节目回来会带您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 中东局势一直是资本市场不稳定的一大因素 那么不管是油价还是股市 其实市场的风险情绪总是会受到地缘政治的直接影响 现在距离哈马斯突袭 以色列已经是过去了一年的时间 以色列方面就表示呢 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打击了超过4万个哈马斯的目标 而以色列阵亡的士兵则是超过了700个人 另外呢 以军继续和黎巴嫩的真主党交火 也是令中东局势更加复杂 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更表示 正在7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根据CNN的报道 内塔尼亚胡说呢 今天以色列正在7条战线上作战 以方的敌人包括了以色列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 巴勒斯坦集装组织哈马斯 也门的胡塞武装 约旦和西岸的恐怖分子 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组织 另外就是还有伊朗 在以哈冲突一周年前夕呢 以军在6号晚上是继续空袭里巴嫩 贝鲁特郊区是响起了连串的爆炸声 空袭截止到7号的凌晨仍未停息 猛烈的爆炸可以说是照亮了整片的天空 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哈亚在以哈冲突一周年前夕 也发表了讲话 强调只有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人民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地区才有安全稳定 另外哈亚也表示组织已经准备好 要达成停火协议 只是以色列一直在拖延 事实上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一周年以来 原先相对受控的战火 已经开始出现了外溢的局势 以色列现在矛头是指向了珍珠党 并且入侵了里巴嫩 是以以色列和伊朗的开战风险 极度的升温 专家认为以色列其实早有计划 对付哈马斯和珍珠党等眼中的 伊朗代理人 反倒是伊朗是不见得有信息 全面的开战 但是现在步步紧逼之下 如果中东地区爆发 更加广泛的大战的风险 可以说是更加的难以排除了 现在中东的局势高度的紧张 很多的交易员已经在 这个期权市场豪赌 布兰克的油价可能会升穿 每桶100美元 这个目前的价格是要高出 超过25% 分析师认为以色列攻击伊朗石油设施的机会 是持续的升高 包括经受伊朗约九成出口的哈格岛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就指出 虽然石油产量是足以应付当前的需求 但是世界各地的库存都比较低迷 所以任何可能供应干扰的因素 都会造成油价的重大波动 彭博的资讯就显示说 现在看多布兰特油价的买入期权 已经是激增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目前布兰特原油大概是在79美元的关口附近 而纽约的汽油大概是75.5美元的水平 另外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 沙特阿美调高了下个月 亚洲客户油价的基准报价 这个就反映了中东局势动荡 对于油市也是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报道引述了沙特阿美向亚洲客户提交的价单 公司是把主要油品阿拉伯 轻制原油的溢价调高了90美仙 升到了每桶 升到了2.2美元 市场预期的加幅只有65美仙 另外对于美国大选方面的影响 现在距离美国大选还剩30天 持续一年的中东战火 可以说是持续的扩大 现在加速的牵动了美国的选情 因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一边力挺以色列 一边就试图修复与阿拉伯裔选民的关系 不过共和党的候选人特朗普 就借机将中东混乱 是归咎于拜登政府的无能 因此现在有分析说 那个两个人如果是在摇摆州的选情 异常胶着 如果中东战事失去控制的话 可能对于特朗普来说 可能是会更加有利的 根据多家媒体机构 6号的最新民调显示 现在哈里斯当前是以微弱的优势 领先共和党的竞争对手特朗普 不过现在在7个关键摇摆州方面 两个人的支持率仍然是难分伯仲的 分析指出 在选情如此紧绷的态势之下 一些微弱的选票移动 就可能翻转大选的结果 七大关键摇摆州 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 当中的宾夕法尼亚州 密歇根州 和威斯康辛州 是美国中西部的铁锈地带 就是蓝墙州 因为现在总统拜登 在2020年的时候 曾经拿下了这三州 而且是制胜的关键 所以现在哈里斯 也必须要成功地守住这道墙才行 根据CNN的报道 现在距离最后的结果揭晓 只有一个月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正在努力地塑造 他与拜登之间的区别 甚至有人说 他们现在是要撇清关系 来尽量避免两人同框的机会 同时也有多名的民主党领导人 来敦促哈里斯说 要与拜登保持距离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报道称 哈里斯的助手们正考虑 推出新的施政纲领 列举哈里斯当选后 即将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同时也为了展现出 他与拜登的不同之处 突出他的个人立场和观点 比如对堕胎权和南部边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报道指出 民主党高层认为 拜登已经成为党内的负担 对于拜登即将在10月前往德国和安格拉 进行非紧急外交访问的行程 哈里斯团队不仅无所谓 还甚至希望他出访在外的时间再久一点 报道还说 拜登和哈里斯现在很少并肩出现 甚至二人的同框都会令哈里斯团队感到紧张 多名民主党领导人也在敦促 他与拜登保持距离 拜登在本周早些时候决定前往北卡罗来纳州 这意味着哈里斯不得不推迟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拉票行程 此外 哈里斯竞选团队在9月份与特朗普的辩论研究中发现 哈里斯在辩论中最受欢迎的时刻之一 就是他说出 很明显我不是拜登的时候 民主党曾在9月份进行全国性民意调查 测试哈里斯对拜登做出不同声明的效果 数据显示 展现出二人存在明显分歧的声明表现最好 而将哈里斯政府描绘成拜登政府延续的内容反馈最差 民调还发现只要提及拜登 哈里斯支持率就会直接下降 凤旺卫视综合报道 最后要带您关注的是 欧盟的成员国在上个星期五投票 决定将对中国产电动车征收最多45%的关税 而这个决定是遭到了欧盟内部不少成员国和汽车业高管的反对 欧盟委员会上个星期五表示 尽管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是已经获得批准了征收关税的必要支持 不过有消息称包括德国在内的几个欧盟成员国是对这个计划投了反对票 在这个计划消息出来之后 中国商务部谴责这个关税是不公平 不合规和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并警告称将会采取反制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 商务部还表示 进口的关税将会阻碍中欧合作 并且阻碍欧盟的气候议程 商务部还说呢 愿意在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 继续讨论如何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贸易争端 欧盟之后也发表声明呢 表示说会继续努力的寻求一些替代的方案 现在根据路透的报道呢 这个替代的方案呢 可能是存在两个 也就是说呢 仍然是存在转换的余地 以上就是今天的金日财经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